大家好 此时此刻应该是江泽民正在前往八宝山 准备前往火化的路程过程当中 中国目前的领导人对老江的去世出变 采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你说他是悼念活动也好 你说他是庆祝活动也好 反正是经历费得挺大的 海外有很多人 我也没看到这些人都在哪 反正是有很多人 说可能会出现一个十里长街送总理的 曾经出现过的景象 我估计不会 有很多人说呢 他并不是从长安街奔八宝山 他好像直接就是从这个301 直接这个解放军总议院 直接就奔八宝山那 就隔了两三个路口就到了 他是不是这么简短的一个路程呢 咱们不知道 有可能是这么一个简短的路程 在这两三个街口 安排一些这个党政机关的人 安排一些这个所谓的自发悼念的送行的群众 实际上呢 到八宝山以后 再搞一个盛大的 所谓的国化 他不叫国葬 是国化 国家火化 这么一个噱头 一个现场电视直播 应该现在就开始了吧 现在美东时间是晚上 但是这个北京时间已经是早晨了 应该是从八点开始 但是直播或者直播不直播 咱就不知道啊 很多海外的这些 怎么说呢 所谓的民主人士 所谓的这些 叫嚣着推翻共产党呢 或者是叫嚣着 这个改变共产党 改良共产党的这些人 都期待着 这个所谓A4白纸 这个活动 是不是在老江的这个送行的 这个火化的过程当中 会重现 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 第一呢 这个既然把这个 把老江已经定性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吧 那习近平肯定还会 给大伙一个命 就是我不是小人 我是一个这个胸襟 非常开阔的一个人 是吧 人家江泽民 曾庆红 力挽狂澜 把我提拔成 隔带接班人 是吧 从这个王震 那个时候把我 弄到这个政坛 到江泽民把我提拔上来 是吧 虽然像这个李 李什么玩 那些所谓的组织部的人 看不上 你甭管看得上 看不上 我是在这个第三梯队里 我最后被江主席首肯 成为隔带的 这个指定接班人 我就要报这个恩 报这个恩 有两种方式 就是现在特别热火朝天 讨论的两种方式 第一 是不是给他国葬 现在证明了 老江就是给国葬 对吧 而且是这个全国 这个全人界的宣传 江泽民指引了 我们改革开放 是吧 另外呢 就是对江家的子孙 他的儿子 包括他的孙的江志成 因为大伙对江志成的诟病比较多 他的博育资本 是吧 号称着这个所谓最大的一个私募基金 这个私募基金可能是 不只是国内最大的 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 什么他妈 这巴菲特 什么都给我靠边站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八几年出生的一孩子 虽然资历非常好 什么哈佛 乱行到到毕业的 但是他何德何能 他不就是因为他爷爷有 是这个江泽民 所以他才赚了那么多民质民高 他又不在中国生活 他长期在这个美国生活 据听说是在纽约 是吧 这个 那我们老 我们老习是不是能 怎么说呢 等老江死了以后 是不是就把江志成 包括江绵恒 他们这些人都给办了呢 我觉得 在短时间内 不会如海外的那些 所谓的民主人士 所谓的那些网络大咖们 海外网络大咖们 猜想的那样 两三年之内 江志成安然无恙 就看江志成 在这个习总书记 第三任期内 包括江绵恒 他们这些人 会不会把自己的资产 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 来给这个习的家族 能不能把钱 直接转到习的家族 能不能直接就投降 直接就高喊习近平 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直接就俯首称臣了 直接就三寇九败了 就看江家的子孙 最后怎么表现了 因为虽然江泽民 在2021年的时候 说句实在话 在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不行了 就已经被宣判死刑了 当然打着强心剂 吃着这个毒品 注射的毒品 还能给他回光返照一下 那个有情可原 但是江家的人 在那个时候 已经完全知道 江泽民的身体 已经该换的都换了 该怎么办的 最高的科技 都已经对他失识了 但是回力无天 回力无天的这种情况下 那就没办法 你看 所有这个博裕资本 这个江志成 就把这个 已经看到前景了 就把他的这个 博裕资本的总部 从香港移到新加坡 他自个跑到纽约去了 所有这一系列表现 就是在那个时候 这个江泽民身体 已经不行了 在大伙传 西夏礼上的时候 说江泽民要带头 这个把习近平拿下的时候 那个时候 江泽民已经浑身插着管 在SU里边 已经神志不清了 已经在和马克思 他们俩人 当然马克思也不喜欢他了 是吧 那些所谓革命先烈们 也不喜欢他了 说你他妈的 跟无产阶级革命家 完全不不那边 你该他妈上哪去 上哪去啊 已经双方在握手 在洽谈 在喝小酒 把酒言欢了 那个时候 还有人说 这个江泽民 要把习近平弄下 你这不胡说八道 就证明你一丁点 别说内部消息了 你一丁点的消息都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目前正在举行的 所谓十里长街 送江 江主席这个 肯定是不存在了 这个白纸革命 利用这个白 利用江泽民火化这件事 来进行白纸革命 效仿六四的这个事 也不会存在了 那就下一个热点 对于江泽民 江氏家族来说 就是看习近平 到底对江志恒 对江编恒和江志成 他们这些人 爷孙们 是吧 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个可能是大伙的关注点 但是我估计两三年之内 如果江志成 包括他爹 包括他叔 大爷是吧 如果是对这个习近平 俯首称臣的话 如果掏出真金白银的话 能保住一些时日 他们的这个性命 如果就要对着干了 还要资助海外的 或者这个党内的反对派 那个他就离死不远了 好吧 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吧 江泽民呢 有他特别特别龌龊 特别特别肮脏的一些丑事 包括对这个国家的疆土 包括对这个国家的这个鱼肉 对老百姓的这个渔民 但是他对于相比现在的这个统治者来说 还是有很多这个光鲜亮丽的地方 当然这个江泽民 你说他用公寓过来说 我觉得一九开 一九开 一确实中国老百姓在他的那个时候 能挣点钱 能有自己的一些 稍微开放一些的言论 这个老百姓能住上自己的商品房 当然这里边有人这个不适合这个改革 是吧 有人死去了 有人在这个大浪淘沙当中 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人生给失去了 但是毕竟中国老百姓 从他那个时代开始有了点笨头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 如果你说实话的话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 看不到任何笨头 看到的都是坠落 是吧 好吧 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